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弥补我以前对你的伤害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照顾你和孩子 好不好 希望你能幸福 你可知道你是我 生命的所有 可知道只有你 让我一生守候 当你无知都是我 当你笑哭泣都是我 小辉 你小子行啊 你吓我一跳啊 这是 雅雅 给个态度 人这儿还跪着呢 不关你到底为何 总在躲避我 不关你用的胸 起来吧 是否还爱我 你这是何必呢 我会在哪个身为我 你这样让我怎么答应你啊 默默地守护着 如果你会想起我 将给你的成果 如果你成果内容 来 起来 小辉 你别介意啊 雅雅肯定是一时没想明白 你发现 我帮你说服她 是为我的角落 有面子都带着 刘总 刘总 怎么在办公室睡了一夜啊 昨天晚上忙太晚了 真没回去 刘总 我听薛怡说 你要跟雨琪姐结婚了 我不想说这个 刘总 刘总 你怎么又来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一切都结束了 你还要说什么 结束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按压压了 你懂什么叫爱吗 你自私的想跟上辉在一起 背叛鸭鸭 你觉得这就是爱吗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我现在就想你马上跟鸭鸭复婚 不可能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当初那样的情况 你都跟她结婚了 现在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可笑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当你给一个人带来的伤害 大过于幸福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放手 你以为鸭鸭跟我在一起 相会就会理所当然的爱你吗 她不会 昨天晚上 相会跟鸭鸭求婚 求婚 不可能呢 你骗我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再也不想听到 有关这一切的任何事情 你想我把鸭鸭 从相会身边带走 我做不到 现在的我只能够 远远地看着她 祝福她 你爱相会 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 祝福她们 反正我不相信 爱一个人就是要和她在一起 我不相信相会会和鸭鸭求婚的 我不相信 不相信她 严雅 我要怎么做 才能让你接受我 接受我来当孩子的爸爸呢 小灰 是不是和艾雅求婚了 这么说是真的了 可是鸦鸦 她并没有答应 你就这么爱她吗 小辉 你跟她求婚了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啊 童话 你放心吧 我会给你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到时候你就可以有事情做了 而且 小辉 我答应你 我会找工作 我不再任性 我也不再游手好闲呢 但是小辉